哈喽哈喽 香香又来了 哈哈 春霸又来了 今天我要搞大动作了 这几天啊 更新比较少 网友都说我偷懒 今天来个大的 知道我带这个床单干嘛吗 嘿 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 趁爸妈不在家这样玩的 但是今天这个床单呢有大用处 因为上次我们去摘那个黄李子的时候啊 边摘边啪啪响 因为熟的太透了嘛 就往地上掉 网友就教了我们个办法 就我们在下面 牵着这个床单 然后让波哥上标 这样子啊 全部都到了 效率又高 啊 走吧 开栽去了 你猜今天谁家的李子要遭殃 哈哈 失策了呀 还带个床单来 需要带床单吗 这么多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呀 压根就不用上树 这包子栽就是 这里尿的全部都是 我的铁里面都全部都是了 这颗李子树是我们那个邻居家的 不止一口 一二三 四口 我来吃一下 但是不好吃还咋回事 怎么会被人摘的 不好吃啊 是我们这边的黄李子啊 这边都好 前两天啊就是那个我们邻居在我们家里刷龙虾 说他们家的这个李子太多了 叫我们过来摘一点 哎呀我们想到有这么多呀 就想着可能还要上树摇 结果前面的表演 好搞笑哦 事实与叫做什么 事实与想象不相符合 应该是这么说 哈哈哈哈 来波哥给你尝一颗 是黄李子啊 别看这轻轻的 以为没熟哦 其实熟了的 这样用手捏捏软软的 这个更不要后鞋吃掉 马上又要下刀鱼了 换波哥栽 波哥栽的快一点 加油啊 就是那种偏黄的就可以了 小的栽不 兄弟 小的带果子不会啊 今天你都不需要爬树了 多好啊 差点以为又要公租上树了 那几个就哎呀 又边在边吊 你轻点啊 吊得我漏腾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漏腾是什么感觉吧 这种都好感觉 哈哈哈哈 我的漏腾你肯定没有感觉啊 哪里 加把油加了油 拿衣服兜的 不要跑来跑去的 这样再都快一点 我给想个快一点的主意 拿衣服都好纯维 哎呀 说的跟自己好像什么四文人一样 哈哈哈哈 前面前面还有几个好的 这两个这两个很好啊 不要吗 这两个特别好 哈哈哈 可以了不 可以了哟 哈哈 再来又不想回家 因为太多了 然后又下雨 他们跑的还是险的 为什么每天都是暴雨的 为什么呢 哈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泪又下雨 哇 上面好 算了算了 下次再来爬树吧 今天别爬了啊 下雨等下摘回去 多了怕会坏掉出太阳 让我们多摘一点回去也可以 是 我哥下次去摇那个是不是吧 好 摇那个肯定很爽 买树都是 妹妹也是 哈哈哈哈 这种李子吧 它是属于黄李子 就是又不能晒干 上次我们家邻居说这种李子一晒干 第二天就会把没水分跟糖分太多了 所以只能这样吃 但是家里又吃不完对吧 所以只能让它全部都掉在地上了 有点可惜 我来帮它吃点吧 有点不要脸的感觉